翻译&字幕 李宗盛 翻译&字幕 李宗盛 这个台上呢 好像整个到我一个人的还有台湾人 那么 今天大会邀请我来做这个主持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公司就在隔壁 所以我走到这边 大概两分钟 所以我可以溜班过来主持 可不可以给溜班主持的 鼓下掌声好吗 总摇压的云烟呢 我自己个人的兴趣 我在大学曾经做过 戏剧社的社长 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所以建阳 这点我们算是同行了 那么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是靠漫画赚学费的 所以玉兰应急 大概也可以说是同行了 那么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文章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 事实上对我来讲 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亲切感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亲切感 我要开始以前 我要先做个简单的一个民意调查 然后呢 今天我们这个才可以进行下去 各位在座的 各位在座的 有没有台湾来的 OK 那么 有没有大陆来的朋友 那么香港的朋友呢 大部分都是来 差不多是百分之六十 那么 因为你们年纪太轻了 所以我要问一下 各位有没有看过三毛流浪记 看过的请举手 哇 有没有看过三毛从军记 哇 为什么介绍的时候说 什么三毛在香港没有名气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 事实上三毛在香港的名气是蛮大的 有没有看过三毛学生意 这个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三毛后来发展成 你是专 你当然是专家了 OK 那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虽然背景是台湾 但是我从小就看三毛 为什么呢 因为我1957年到香港 那么1957年以前呢 我是住在成都跟重庆 那么我家旁边有个戏院 那么各位如果到成都去看 叫西东大街 西东大街77号 那么我家旁边有个戏院 那么三毛流浪记 三毛从军记呢 很长时间在里面演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我们很多老家 有一个习惯 就是你排之论背 从大毛开始 可能这个习惯到现在还有 大毛二毛三毛 所以我们家呢 也有一个三毛 我们家那个三毛是个女的 我排行老六 她是三毛 那个三毛呢 一天到晚呢 就溜客 跑去看另外一个三毛 那么因为她是我姐姐嘛 所以呢 我们经常就一起去看 三毛流浪记 那么所以从小呢 我对三毛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我这次看到这个大会办这个活动 然后威军也来 那么夏妍的孙女公子也来 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然后剑雅兄也来 这些都是曾经让三毛这个 一个漫画上的人物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 我刚才听讲 三毛应该是 应该有八十岁了 三毛是1935年的 诞生的 但是在真正最红的时候 当然是在抗战的时候了 但是你如果说到年纪 可能比我们在座任何人都大 有这么长的年纪 所以我这段时间看起来呢 我从小呢 对这个三毛呢 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情 那么一直到现在 居然三毛 在香港这个地方 重新活起来 重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么我的感触呢 就特别深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在座的这几位 可能各位不是每一个都很熟 那么 那么三毛的创作人 张乐平先生 那么鼎鼎大名的 已经过身了 那么张乐平 我刚听魏君讲 他有一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甚至直接讲 三毛就是张乐平 张乐平就是三毛了 因为当一个人创造一个人物的时候 不管是小说家或者画家 他里面呢 是有他很多自己的影子在 各位 我们先欢迎 张乐平的公子 张卫君先生 下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下一言可能大家都是 非常清楚的 鼎鼎大名的 我一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福神六计 因为大家知道夏云 本性是姓沈 他的孙女公子 沈云 所以 所以你看到他 你当然会想到 沈山白 跟云娘 福神六计 在本身的气质上面 我觉得你也蛮像云娘的 他很客气 他说因为他们家里 他们希望他能够 做一个平凡的人 所以用了一个云这个字 那么云当然是一个草 方草的名字 但是云呢 是草中之花 那么 我旁边 中间这位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了 那么 名作家 名漫画家 欧阳应急先生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一个most fashionable karton person 那么在过去这位呢 也是鼎鼎大名的 那么我想可能大家都看过 很多他拍的戏 甚至他演过的戏 那么我刚刚才知道 我最近看到那一部 建国大业还是建国委员 建国大业 OK 那个电影里面 蒋伟员长 不是 我说那个 蒋伟员的侍从官嘛 对不对 我还没讲完嘛 我还没讲完 蒋伟员长 的侍从官 张家雅先是 不要急嘛 我说蒋伟员长的侍从官嘛 侍从官当然不会忘记 那么下面这位呢 他这个今天工作非常忙 他刚刚赶到 刚刚赶到呢 让我们这个六人小组呢 就起了一个新的一个活力 那么香港鼎鼎大名的 画家卖画家 也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玉郎先生 黄玉郎先生 谢谢 我事实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啊 那么尤其今年是 抗日战争 70周年 那么 讲老实话 我们常常讲啊 抗日战争 是 八年抗战嘛 但事实上当然不止了 你如果推到这个 918事变的话 14年 你如果再往前推 推到甲午战争 你看多少年了 1894年 我再给你推一下 因为我来自台湾 日本第一次跟中国 大的这个中国的 一个领土上面的冲突啊 是在甲午战争 之前20年 1874年 台湾南部 有个地方叫牡丹社 因为牡丹社的事件 日本呢就开始 对台湾 就 采取行动了 那么所以你推到前面 多长的时间了 那某人现在反过来问 抗战胜利了吗 各位你看新闻就知道 安倍啊 刚刚通过了新安保法 那么大家都觉得 这是他走向 另外一个 战争的思路的 第一步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从这些地方讲起来 我们作为 一个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持续 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下面的步伐呢 才会走得 更稳 那么今天的 我们进行的这个方式呢 我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因为 我们在做的这个六个人 那么我的 我的情形是最简单的了 那么我跟大家 就是做一个介绍的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分做两个段落 那么第一个段落呢 市长 在这个硝烟抗战的这个时期 那么我们用漫画 用文化 用人文 文人 来进行一个抗战的工作 那么这个主题 是集中在这边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们是集中在 张乐平先生 三毛这边 我们 跟三毛一起成长的 那么这个感触 那么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就 开放给大家 所以 最后一部分呢 大家是 整个的一个主角 所以 首先开始呢 我就 会把这个时间 交给我们 张乐平先生的 公子 魏军先生呢 请他很简单 然后呢 说明一下 这个 也回顾一下 张乐平先生 创造 三毛的 这个历史 他的心路历程 跟他如何发展 起来的 我们热烈的鼓掌 欢迎这个魏军 谢谢 谢谢 好 坐下手 我这 是这样 就是 来这边呢 非常高兴 就是 因为今年呢 是 抗战争 胜利70周年 也是我父亲 创造三毛形象 是80周年 那么 我先说一下 我父亲 怎么会画三毛 后来参加 那个抗日的宣传 我父亲呢 本身 在上海当学徒 后来进了 艺校 艺专里面 去读过一段时间书 出来的时候 就在 一个广告公司 叫三友实业社 这个在历史上 我们能够看到 就 128事件 就是在三友实业社 门口发生的 我父亲亲眼看到 日本人怎么看 欺负中国人 所以 这是1932年 那 32年的时候 我父亲也是已经 就是已经 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漫画家 一到1935年的时候 他创作了一个 漫画形象 三毛 创作这个 这个形象的时候 他所画的画 他有这个宗旨 就是他的画 是尽量不用文字 用形象来表现 他所要想表现的那些东西 1937年 8月13号 7月7日是 七七事变 在北京 就是罗沟桥事件 8月13日 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了 侵略上海了 他们在上海 哪个时候 然后他们漫画家 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队 在当月就离开了上海 他们离开上海 其实也很不容易 因为这些人 他们在上海 其实生活也是比较好的 我父亲虽然是 专业的漫画家 但是他的收入 他过的生活 也是比较安定 比较舒适的这种 但是出于 对一个国家的 一个 批复有责 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宣传队 由叶浅玉带队 我父亲是妇灵队 到南京去宣传抗日 就此 在八年当中 我父亲一直在第一线 宣传抗日 当然这个事情 这个宣传抗日 原来是好多人都不知道 连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宣传 其实那个时候的文人抗战 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 搞起来的 漫画宣传队 我父亲从漫画宣传队 从没有经费 后来收编 后来解散 一直在前线 就是画漫画 画过好多好多 连日本人看到 都震惊了一些画 所以他后来就是 一直到胜利 再回到上海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父亲这个八年 是他一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就他等于是 他受到了洗礼 对他的创作 他是坚定了一个方向 就是他站在 平民百姓的那个角度 来反映这个社会 而是净化了他的心灵 他后来的为人 我觉得对他 在抗战的一段时间里 艰苦的岁月里面 和他后来的为人 是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对他的世界观 也是人生观 也是都有 就是起到一个 进化的作用 那么当时呢 就是文人抗战 说是漫画队 其实也是 其中的一个部分 当然还有演技队 还有其他的 各种宣传的方式 那么今天我要想 就是顺便 让沈云小姐说一下 关于文人抗战 他应该是专门研究 这个方面的 对 请沈云小姐 接一下抗战前夜 这部分 正好跟乐平的 接下去 我爷爷在1937年的时候 创作了他一生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话剧剧本 就是《上海无言下》 《上海无言下》其实它是 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 然后描绘了抗战的前夜 那它的第一幕的开始 就在讲 是1937年的4月 是黄梅时节的一日间 那么就是发生在一个 石窟门的 那个房子里的 这么一个故事 几家 几家那个 房客的故事 那么我当时查了一些资料 就发现 37年的黄梅季节 真是很长 从1937年的4月 一直到了7月 那他在这里面讲呢 说这是一个 郁闷的 使人不舒服的黄梅季节 从开始到中场 细雨始终没有停过 雨大的时候 叮咚的 可以听到 粘漏的声音 但也说不定 一分钟以后 又透出了不爽朗的太阳 空气很重 这种低气压 也就影响着 这些住户们的心情 从他们的举止谈话里面 都知道他们一样的 很忧郁 焦躁 性急 所以可能有一个 很小的机会 就爆发出 以上的激愤 那么他实际上 是在用黄梅的季节 来描述 抗战前的这种 忧郁 焦灼 这种人的心情 它是一个隐喻的系统 那么他说 既然是这样一个 就是在他的剧作里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他觉得他不应该 写得太悲观 他应该写一些光明的面 那么他说 借着主人公的嘴 他讲了 他说 不会这样永远下着雨 脑人的黄梅天气 总是要过去的 一阵大雷大雨以后 晴朗的太阳 终于要出来的 那么这一声惊雷 就是77年的 鲁垢桥事变 那一场暴雨 就是813大风炸 那么他 松沪战亿 松沪战亿 对 然后他就 这个剧本呢 在813大风炸以后 这个剧本 写出来了 也准备排练了 本来是要 8月15号上演 但是813大风炸 使这个剧本 就没有公演 一直到1940年 在重庆的 雾记公演上 才正式公演第一次 那么 也就是在这个 最 就是风起云涌的 一个年代 他就是说 文人抗战的热情 开始被激发起来了 整个的上海的文化界 都行动起来了 那么就是说 他们决定在 7月15号的时候 上海剧作家协会 改名为 在下演的提议下 改名为 中国剧作家协会 那么就是在这个 协会更名的时候 他们提议要创作一部 话剧 叫保卫路沟桥 这个保卫路沟桥 它是由十几个人来指笔 最后由下演 郑伯奇 张庚他们 孙世纪他们四个人同搞 是个群戏 他们说 艺术上可以 不是很精细 但是一定要有 这种激发的 这种作用 那么这个戏 在8月7号 上海的 蓬莱大戏园上演 在后台 他们做了一个壮举的决定 就是要有派十个演技队下去 集中了电影美术 电影美术 音乐 各种门类的文艺形势 要下去 还有两个隐蔽在上海 这支队伍 在20号就下去了 就是说你当月就下去了 他们的 就是转转全国 到那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 去宣传抗日 宣传全面抗日 经过几番转转以后呢 在1938年的10月 到了武汉聚集 改编为 就国民 刚才纪录片讲的 国民党三厅的领导之下 进行了整编 这个什么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合法化了 那么这支队伍大概经过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练 一直坚持 有的一直坚持到了解放出武 这就是我说的 文人抗战 这个抗战其实它有一个 再往后面发展 就是我认为就产生过一个 只有就是这批精英的力量 由于他们就是走出了上海 到了重庆 他们就是有了话剧史上的一次 最就辉煌的成功 就是物济公演 就是这个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就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下 他们决定在每年 因为重庆是在每年的10月 到第二年的5月是物济 是日军不能轰炸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准备物济公演 他们坚持了四届 从41年到45年 其中中国最近那个现代 最有名的戏剧家的重要作品 都在那里上演 比如说郭沫若的《唐玉之花》 《陈白晨》的《升官图》 我爷爷的所有重要剧目 都在那边很演过 他的戏剧中的最重要作品 刚才我已经讲了《上海无言下》 还有一年间 还有《绸承记》 还有《法西斯细菌》 还有《芳草天涯》 都是他最重要的剧目 所以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次辉煌 同时我觉得也是 他个人剧作史上的一次辉煌 你讲到重庆呢 我也觉得特别清晰 因为重庆出生的 那么重庆住的那个嘉宁新春 189号 史迪威将军就住在我们下面 所以我们家可以看到他那边去 所以你讲的那些周恩来活动的地方呢 大概都在我们那个山脚下面 红颜村那边 那么 英文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可能大家都非常清楚 叫做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那么翻译中文 就是文人之笔 胜过五人之箭 那么 这个话我想这样子翻译是比较妥当 那么胡锦涛当然在2005年曾经讲过 这个抗战争 国民党是打正面战场的 那么共产党打这个敌后战场 那么当然政治人物可能都会忽略到 这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战场 是由文人掌握的 所以从这边我就觉得这个文人掌握的这个战场呢 对这个整个抗日战争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现在可能还很难去估计 我觉得在座各位如果有很多新兴学子 你们在学校将来要写硕士论文 写博士论文的话 我非常鼓励你们写这个题目 因为在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岁月里面 文化人发挥的这个力量 远远不是一般人 一般政治人物或者军事家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觉得可以搭着文章 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呢 我觉得在你们两位刚刚在谈的这里面 我想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人的互动 就是夏颜先生跟张老平先生的互动 那么彼此对彼此的这种帮助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您先把这个带出来 我跟张老师在来之前 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是第一次见面的 我查了几个文字的资料 都没有发现有最确实的记录 那么后来我们大概也咨询了一些人 也问了一下当年的人 他们就说大概我们两个人的估计是在桂林 他们可能第一次见面了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一群人 都是在他们的周围 那么大家都可能是像一种像近乎于二流堂那样的形式 大家每天聚会 聊天 然后画了一墙的漫画贴在墙上 互相给对方起外号 这个都是有的 但是至于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见的 没有 详细记载 那么我们两个人可能觉得他们可能不熟 但是当时不熟 但是我想可能不熟没有关系 有三毛就行 有三毛他们就能熟 因为他们跟三毛同时 像我爷爷后来就在50年1月份的时候 就给他写了这本书上的序言 就说明他们是因为三毛而生 对 这个他们两位老人家 可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就是三毛了 那么请卫君是不是也回应一下 其实我刚才还在说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虽然没见面 可能就是我父亲是肯定知道下工的 因为我刚才还在讲 我说我的大姐三四岁的时候 作为一个小演员 去演过一次戏 就是演的法西斯西军 那么我后来所知道的就是下工 我们称先生为下工 那么下工帮我父亲写序 是在解放后 但是在解放前 我觉得他们相互之间还是都是知道的 我父亲肯定知道 是吧 下工也知道我父亲 然后呢 后来他们就很 关系就密切了 我曾经有一个资料 我看了忘记 昨天建雅导演提醒了我 因为那个时候 前面的事情我不知道 解放前的时候不知道 因为刚刚解放 刚刚解放了以后呢 有一次新思想的运动 张乐平那个时候是上海美邪的 也是负责人了 他其实也是已经是负责人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又有很多很革命的 很激进的人 就觉得你这种三毛这类的题材 画流浪儿啊什么的 这种属于旧的东西 应该丢弃掉的 那么张乐平那个时候也很紧张 很惶恐 他去 我看到的回忆录上是 他就去向夏衍求助 他问这会不会 是不是 因为夏衍那个时候 是更加高的文化领导 是文化方面的领导 他问他你给我把把关 这是不是不合适 夏衍鼓励他 不但要继续画下去 而且要把它编成集子出版 这个是有回忆录 有文章的 我是文章里看到的 这个呢我父亲为人呢 比较谨慎 他呢说起说白一点呢 有胆子也比较小 特别是他都不太关心政治 有这么一段事情 有人这么说他的话呢 他肯定是很紧张 然后他会去问夏宫 夏宫给他的鼓励 我觉得他给他后来 再继续创造三毛 那些漫画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夏衍应该比 夏宫应该比张柳萍要大个 大十岁 大十岁 一个是1900年 一个是1900年 对吧 所以我没记错 所以夏宫当然是老前辈了 那么但是我感觉到 在某种意义上面 他们两个等于是知音 那么文心雕龙上面是这样 因实难知 知音最难 那么他们在抗战的这个时候 能够结成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为了三毛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刚刚你们这一对话 让我们这一场很完美的 慢慢就从第一个环节 转到第二个环节了 因为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我刚刚特别跟各位介绍 第一个环节讲文人抗战 他们两位是主角 这个俊男美女是主角 那么第二个环节是讲到说 我们跟三毛一起长大 至少我是这样子了 那么三毛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 八十嘛 那么其他的都是很年轻的 所以三毛真是跟我们大家一起长大的 那么这个环节 我们就交给下面的三位主角了 那么我现在就不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因为刚刚建雅已经接了 我想就有建雅 你来起个头 好吧 你从怀念张乐平的这方面来谈 因为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好玩 三毛的具体生日 三毛的具体生日是1935年7月28号 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上海的一份报纸叫陈报 陈报那个时候有个副刊 上第一次发表 那么实际上离今天 再过十几天 再过十几天 就是三毛的整整八十岁的一个生日 那么 下次我们要准备一个蛋糕了 我刚刚看到 我刚刚看到 印奇带的一本 等会印奇会给你们看 他带的这本书 那么我想拍三毛呢 我那时候 是92年的时候 92年拍三毛 92年呢 是我从电影学员毕业已经十年了 终于可以自己决定自己 可以拍什么了 可以自己选题再拍 那个时候我非常大的一个念 强烈的一个念头 我小时候最最喜欢这本三毛 但是这本三毛的封面是没有的 我跟了很多年是没有封面 没有封底 同学当中流传 每次会得少掉几页啊什么的 那么我就很想把这个搬上荧幕 搬上荧幕呢 我改完了剧本 我那个时候张乐平先生 已经在华东院 在华东院我去请他看 看剧本 然后呢 我真的就觉得 我就看见了一个父亲 要把孩子卖掉的那种 犹豫啊 然后呢就是舍不得 然后呢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 当时要找他谈改编的有三四家 有几家呢 基本上他也不摆在眼里 但是也有一两家是 也有一两家是蛮有实力的 那么你真的就知道 就好像要割舍掉 割舍掉那个 谈了一次 犹犹豫豫豫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催 然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我就动用了杀手锏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上营场的厂长 是张乐平的表弟 朱永德是张乐平的表弟 接着这层关系 然后就把这个改编 签下来了 签下来了以后呢 我在三毛的整 三毛是我非常投入的一部电影 那么我 我自己 最最难忘的几件事 一个事呢 是实际上当时 张乐平住医院之前 是答应有过一次捐献 就是要把三毛冲剧剧的原稿 捐给上海美 上海美术馆保存 那么那天已经要办仪式 那天已经要办仪式 我们 我是打算要把这个整个拍下来 要把整个捐献过程拍下来 将来作为片头 或者放在片尾里 作为一段纪录片放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的摄影机的赵 那个时候 胶片嘛 灯都很大 全部都已经运到现场 都布了 那天晚上张乐平住的医院 那天晚上张乐平住了医院 住了医院呢 是肺炎啊 什么的 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活动就没搞 那么说过一阵再搞 然后 拍戏拍戏拍戏 班当中 师母 师母到现场来看过 我就觉得那个飞机 翻跟斗的那场 那个飞机师母啊 什么都在 都看 一直到我最后拍完 全部拍完 那么我心里一直吊着这件事 一直一直吊着这件事 就是这个捐献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拍完了以后 就摄影机啊 都要还掉啊 胶片啊 什么都都没 那么我就那个 那天晚上 我晚上 关机那天晚上 我就做梦 我现在觉得不是我做的梦 是张乐平托梦 然后我就问 我想张先生 那个我们就停机了 你那个捐献仪式还搞吧 又狗了又狗了 又狗了又狗了 就是 第二天早上 新闻广播 张乐平先生 昨天晚上现实 我觉得他是他来关照 所以我 我我我我一直 三摸冲军剧 是我拍的几十部电影里的一部 但是我 是我拍的几十部电影里 影响最广的一部 92年拍到现在 几乎每年的暑假 就都要播两三次 中央台要播 中央台要播 上海台要播 每年 那么以至我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我碰到来采访我的记者 都说 我是看你三毛从军剧长大的 我说 那么 这个是让我最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当时能够选这个 这个一个片子呢 就是三毛是陪伴我们长大的 我们也希望 三毛能够在一代一代的活下去 再陪伴 陪伴所有 所有的年轻人长大 那么看到这个 印得这么精美 我真的 真的真的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感谢这个出版社 也感谢这次这个活动 包括 这个 谢谢 非常感人 我相信张乐平先生 今天可能会托梦给你 不要怕 因为一定带给你一些喜悦 因为 但我梦见过他好久 梦见过 因为我感觉到你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那么今天 因为呢 我跟他谈改编的剧本 因为改编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看了我剧本 他讲 他讲了人家的那个剧本 人家那个剧本里面 他讲三毛讲 他妈的 那么他用上海话讲 你总搞搞清楚 三毛是什么地方人 因为上海人 不会骂他妈的 上海话没有他妈的个忠告 这个形象 我一直在脑子里的 上海话等同的是哪一个字 这个不合适 这个不合适 你还是真的蛮文雅的 有很多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但是呢 你像叶潜瑜的王先生里面 王先生就一天到 马特皮 马特皮 对吧 这个不要讲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 刚刚建议 特别提了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 今天以后不会忘记的日子 就是1935年 7月28号 那么 我想以后 每一年的7月28号 我们都聚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 一个因缘 不管怎么样 我想三毛的创作 在漫画史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台湾我知道很多的漫画人物 创作得非常成功 但是创作 比如说大神婆 阿三哥 四郎真品 我想你知道 但是像创造这个三毛 跟时代完全结合的 还真的不多见 那么 王先生 二娃子 我刚刚看那个印记 他带了两本书 他说是小时候 他爸爸买给他的 是不是在你手上 你把它 那个书在这边是吧 一个是二娃子 一个是三毛 一个是三毛 其实好像一直回到 回到四十年五十年前 这是我出生的那个六十年代 我今年五十四 那所以 其实已经也一点不年轻了 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 在我十岁之前 其实 真的是我一直家里 当然我家里很多漫画书 因为我父亲的原因 我父亲是一个画家 也是一个漫画家 所以家里很多 很多各种的漫画 连环画等等的 但是 我跟我的弟妹 一直在翻 翻到书都传破了的 就是三毛 从三毛 从军记 这是我父亲当年买的 然后我一直也就在 他的书架上 拿下来 一直看的 这还真的是 应该是一个解放前的版本 四方书局的 印型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是五零年的 原来的就是 第一版 是不是第一版 然后当然其实还有 大概十来 五六本吧 厚的 薄的 都是我小时候 一直一直翻 翻到 真的都不想到多少次 这是你父亲收藏的 是吧 1950年 就是父亲收藏 然后也让我们看 那其实 那其实 父亲从来都没有说 因为他的爱好 他的身份 一定要我们看什么 所以反正东西都丢在那边 你们喜欢就看 还是一直用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种态度 他自己的画风也应该受到这个影响 我觉得他的漫画其实也是跟他的前辈 就是他在这些前辈的肩头上 一路的发展下去 当我真的很小 十岁以前 完全是没有在一个所谓主动要追求一个什么的状态 但是前辈末画大概就是这个 一路下来 我如果现在要很准确的说 当年三毛的 或是当年张先生的三毛的这个人物的角色 给我有什么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还有可以说两方面吧 一个就是说 居然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 可以通过漫画传达到一个 你知道当年六十年代的香港 其实已经跟那段历史已经隔开很多 尤其当年香港我们接受的教育 虽然我已经是在所谓爱国学校 或是左派的学校的系统里头 但是其实真的也没有太多一个 关于当年抗战的一些历史的教育 所以此时对历史真的完全可以说没有太多的 尤其对中国近代史 只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这样的 课堂上面的传播 但是幸运的就是说 我家里居然就有一个这样的漫画作品 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把这一些 就过去我们的国人 我们的长辈是怎么走过来的 就通过这个漫画 居然就是隔代也可以说 甚至隔了几代就传到我们身上 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太多这样的意思 只是说一路看漫画的时候 就知道一个事实是说 原来漫画不是纯粹趣味或者开玩笑 就是里头有很对 不是都是笑的 只是看漫画 我常常看漫画是会看到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就是我第一步 看到哭的漫画 这对我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从里头也不知不觉地 就学到了很精准的 很厉害的漫画语言 我觉得太厉害 如果大家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其实知道 应该是只有画面没有文字的 甚至连题目都没有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 就是说现在很多漫画都需要 比方说起个题 然后有很多对话 然后要很多很多旁边的情节 来支撑四个漫画 最精彩的就是这样起层转合 没有文字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漫画的最高最高的境界 我不是因为今天这个场合 我要说一些什么好好的说话 我真的就是一路下来觉得 当年的这个阅读影响 我决定要做一个漫画家 要真正就是能承接 这个可能现在真的也真的做不到 就是有没有可以在这个乘船上面 对可以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所以现在比方说很多年轻的媒体的朋友 过来做一些采访什么的时候 问我就是漫画我的启蒙是谁 我觉得真的两位先生 凤之凯先生跟 就是三毛 就是张乐平先生 对 所以事实上 你刚刚已经回答了我一个问题 我本来就想问你 是不是你的启蒙师就是三毛 现在看起来真是 那么有人是这样讲 就是说画 那么尤其是漫画了 是没有文字的文学作品 那么我刚刚讲的 Pain is Mightier and the Sword 事实上这个文人之笔 胜过五人之鉴 但是如果透过画家或者漫画家 他有时候产生的力量 可能比我们的想象还要更大 那么下面呢我要请一位这个漫画家 也是企业家 那么算是大了一集 我们请这个月狼兄来叙述一下 您对那个张乐平 对三毛的感觉 还有你在香港 那么以香港人的身份 怎么来看这个三毛的这个故事 首先呢我觉得呢 应其松呢比我幸运很多 他家里呢有一大堆漫画 随便他看 他是55岁啊 50岁 才50岁 OK 我比他大很多 比他大15岁吧 所以这个15岁呢 15年呢 在香港来讲呢 其实已经等于两代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漫画呢 只能从报纸上看了一点点 然后呢 对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头发的时候 为什么头发 因为头发长了 就是剪头发的地方呢 那个时候剪头发的地方呢 哦 爽啦 一大堆漫画 还不算是骂画 但是主要是联图画 联团图 小人 叫小人书 对 儿章那园 主要是那种 儿章那园 也有 然后呢 就是有三毛在里面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第一次看到三毛 这个漫画 我觉得他 他的风格 跟儿童乐园完全不同啊 儿童乐园 这是小朋友看的 虽然我是也是小朋友 但是我很讲书的 我就看这个三毛 我觉得咦 这个很特别 真的是 就是你讲的 那个最高警戒 那个是太小了 还没有想到这个想法 就是能够没有文字 就把事情表现出来 里面很有内容 所以看他的书呢 就是我看完之后呢 第二期也会看 因为每一次看 第一次看不明白 告诉你 太小了 我是大概八岁九岁 但是说 就是觉得很有味道 儿 我后来慢慢看到 这个感觉 那个时候主要 是看那个三毛流浪记 那个时候 香港在1959年啊 那个时候呢 情况也是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漫画里面讲的 比香港更差 那个时候觉得 哇 怎么有那个 这个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么苦呢 这么可怜呢 一个孤儿 那个时候 还是太小啊 不知道 因为一个应该是在上海吧 那个时候对张若萍 那个时候不知道张若萍先生的名字啦 叫三毛 就是三毛 三毛很多钱啦 在香港那个时候 我后呢就当我再大一点啦开始学 发漫画 其实呢三毛这个漫画呢 张老师呢也算是我一个启蒙的老师 因为在香港那个时候呢 就是开始流行的就是这种漫画啦 没有文字的没有对白的 叫我们叫小品吧 然后又出现了那个老夫子 就是这种风格 可以说那个时候 香港的漫画家呢 大概有 差不多 40%都是追随张老师这个风格 我是其中一个 我后来香港妈妈 漫画漫画发展呢 叫多元化啦 变成好像电视剧漫画 功夫漫画 电影漫画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我是蛮喜欢这种漫画的 因为很快可以画完 然后呢用四格 或者两格 把一个心里想的一个题材 小品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做漫画也是 从这种创作的方式 也带来一种满足感 所以我又会考虑 重新再画一种 这种类型的漫画 因为现在很方便 我发表的 有这个发表的平台很简单 就在微博里面 我喜欢我每天就画一幅 两幅三幅 也是我自己 过人的一种兴趣啦 因为我画功夫漫画 就画了太久了 一画画了40多年 有点累 画一画画这种 张乐平老师这种风格 我觉得会很过瘾 而且呢 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张老师呢 也是抗欲英雄 刚好这几天 我就在看一个 内地的一个电视局 那个昌廊啊 就是讲那个日本鬼子打那个 松鼓舞 我打到武汉 我刚才进来 一看 哦 张老师也就在武汉了 就是有 忽然间呢 有一种很 共通 各种 仰悟 这种仰悟的感觉 跟以前看他漫画的 那个仰悟 就是对一个漫画老师的仰悟 现在呢 刚刚看到呢 就是另外一种 一种英雄 我们一个中国人 为国 做事情 这个 这种仰悟 现在呢 我们是 我们永远不希望 有这个机会 去为国家搞这个什么 抗战 漫画 算成对 但是 这个前辈 我觉得是我们 漫画家 里面 不管在 寓书 创意方面呢 这方面呢 就一个很 很值得赚尽 学习的一位老师 再另外 他对我们国家 那种爱物 那种 爱物 那种宝物 这种 情操 也许觉得 非常 值得我们 尊重的 谢谢 谢谢 这个卫军啊 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 你看我们现在在做的两位 香港的这个漫画大师啊 他非常清楚地讲 他们的启蒙师啊 都是您的老太爷啊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张乐平事实上 对香港的漫画 是很有贡献的 那么由漫画来 再进入到企业 所以对香港的企业 也很有贡献 那么这算是间接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意义 是非常的深远 我觉得可以告慰 父亲在天之灵呢 是 非常感谢 两位漫画家 黄英老师兄呢 他的画是 其实和我父亲 其实英姬老师 他们两位都是 和我父亲画 其实是 风格不一样的 特别是黄英老师 他的那个功夫漫画 那是 在大陆也是很那个 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画漫画是 大概九岁开始 我投稿去 报纸啊 周刊去 去 去刊登的 神童啊 神童啊 讲个笑话啊 神童啊 那个时候我收了一个稿费单 那个时候啊 我赚了差不多三十多块钱 哇 那时候三十多块钱 对 我要拿个稿费单 放学呢 我就跑去那个 那个报馆去 拿钱啊 那个村啊 先生看到我 死活不拉 不给钱我 我没可能 你这个小子啊 他大概 才那么十岁 那个样子 不可能 我后来 我就 我后来怎么办呢 最后呢 他就找那个偏辑出来 他说 你就是那个姓黄啊 好 你凭什么说是你跨的 哇 那太简单了 那拿纸拿笔了 立马拐费就到手了 那个时候我跨的妈妈 就是张老师这个风格的 所以我从 可以说从1958年到 1967年 66年 大概也是跨这个风格了 我后来 之后才慢慢改 改变成 画一些比较长篇 一些漫画 我风格慢慢就改变 所以我说 请蒙老师 那是真的 谢谢啊 真是老先生一定很高兴 那个刚刚 事实上我们提到 好几位这个漫画家 这个像三毛 以及您刚刚提到 风之凯的 我想他们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的线条 都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我自己个人 也是很喜欢 简单线条 那么有些漫画 太复杂了 反而不太好 那么事实上 以漫画的本身 像各位刚刚讲了 说是你四格漫画 然后呢 没有文字 这才是高明的地方 因为你自己去思考 你自己去幻想 所以每个人看这个 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方式 这也就是漫画可爱的地方 那么进行到这里呢 我们前面的两个环节呢 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给这个台上的五位讲者 热烈的掌声 好吗 下面这个环节呢 是属于全体的 台上跟台下互动了 那么这段时间呢 是算Q&A 那么我想工作人员 是不是准备一下 我讲话的时候 各位可以准备一下 你心目中想问的这个问题 那么你等一下可以举手问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口头问的话 那么工作人员有准备 书面的资料 你可以向工作人员要指 要笔 然后呢 这个题目可以送上来 那么请台上的这个嘉宾回答 那么你们也可以问一些 一般性的问题 也可以指明 比如说沈小姐 张先生或者是黄先生 我们这样来进行 那么所以这段环节呢 大约是有20分钟的时间 我想 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这代表香港的效率 这代表香港的效率 已经有好几个问题 而且这个题目上面 而且这上面有 还有人用画的 我先看一下 我先问一下现在台下有没有人 有问题的 请举手 我这样交叉过来 那么 有这位先好了 各位好 我想先 我有两个问题 想先问一下那个张卫君先生 就是不知道 就是那个 您的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过这个 三毛这个形象 然后他是怎么跟你讲 就是作为一个父子之间的交流 他是怎么谈这个 他的作品 然后他有没有跟您说过 就是三毛对他来说 对看战的一些 就是具体的影响 对他的一些 就对他自己的一些感受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想问一下 那个张建亚导演 就是因为您刚才有说 就是那个 张乐平先生可能对 就是改编 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因为可能是自己 特别心爱的作品 那他有没有跟您谈过 就是在编 就编剧的改编上面 他对你有没有一些 特别就是 特别具体 特别详细的一些要求 谢谢 这很好的问题 我想就请被点名号的 直接回答 建亚寻 我呢就是说 刚才你问我 我父亲和我有没有和我 谈到三毛 其实我和我父亲 对在这上面交流比较少 为什么呢 我是1954年出生的 到了1966年 我稍微懂点事情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那么那个时候 我父亲是在上海美术界里面 最早达的美术画家 所以以前有一个 拿一个诺贝尔德奖的 一个先生说过 他说一个小孩子 他童年少年的时候 第一个偶像 他一定是他的父亲 但是我很可惜 就是说 我第一个 我要想 我父亲做我偶像的时候 就有这么个文化革命 这个事情 当然后来他还是改正了 后来还是那个了 但是在我这个一生当中 就是应该问他问题的时候 我没有 只是他告诉别人的时候 我会听到一点 就他怎么会画三毛的 一个就是 就是当时 漫画形象很多 有牛鼻子 蜜蜂小姐 那当然最出名的 还有王先生和小陈 这个建雅导演也拍过 也拍过那个电影的 那么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 儿童的漫画形象 那么他就创造了一个 儿童漫画形象 创造以后 他就是 我就是说 因为一个是 他是想给小孩子看 第二呢 当时的中国的文盲比较多 所以他就是尽量要少用文字 这样的 至于他谈那个三毛形象 我真的只是 包括创作 我本人真的是没有听到过他 但是他也说过 他 因为《三毛流浪记》里面 有一些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他 有人也 他也说过 就是 也有人说他过 就是说 张乐平就是三毛 三毛就是张乐平 这本书的上面 那个我刚 我还没读书的时候 那么要再版 《三毛流浪记》的选集 就叫我写了 其实不会写字 任几个字 描出来了 好 OK 谢谢 是不是建阳接下去了吗 当时改那个 三毛从军记的时候 当然跟那个 张乐平先生 非常客气 看完剧本以后 我向你给提提意见 他也没有 但是呢 他没有说什么 剧本就这样 既然给你改了 就你去拍 那么 你改的太好了 没有 因为实际上 我《三毛从军记》这个戏 就是刚刚应期讲的这一点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漫画形象 这么深入人心的 就是 《三毛从军记》这个戏 它实际上是个悲剧 它是个悲剧 它一个小孩子去参加抗战去打 也是一个隐喻 隐喻 我们那时候国力 国力也不行 国力也不行 跟一个强大的一个帝国打 那么 所以他 《三毛》这个人物 他真的是喜忠 是能够让你看哭的一个喜剧 他跟一般的那种 浅薄的幽默搞笑不一样 他是有深刻的人性在里面 那么 所以呢 这个这一点呢 是我从一开始跟张先生谈的时候呢 谈到过我们想做 不想做得太沉重 不想做得太沉重 但是又不想做得太轻浮 不能把这个戏做轻浮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最最难的呢 最最难的到反而是结构上的一个难 因为在当时拍摄过程当中 我刚刚讲给应期听的过程也是这样 拍样片的时候 每天一场戏放回来 跟大家看四哥漫画一样 样片一放 厂里一片叫好 这批样片很好 大家笑了 后来等整个片子接起来 不笑了 后来发现彩色的不如黑白的 整体的不如片段的 后来我们就发现这里面 我跟那个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 有一个动画导演 马克轩 也是一个著名的动画导演 也是前不久刚去世 后来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把一种艺术形式改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时候 也破坏了他的一种观赏方式 因为大家看那个四哥漫画的时候 他有个期待 他在等起程转合 到这个时候他就放松了 他就笑了 但是大家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 他的期待是压抑的 他就等你下面的积累 等你后面的故事发生 所以他即使觉得好玩 他也没有放声大笑 后来所以我们那部电影呢 那部电影呢 实际上是我在整个形式上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把这个电影切得非常碎片化 非常碎片化 也是靠积累 那么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的电影 还不像现在国内的电影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 一年全国大概就是一百多部电影 每部电影出来了以后呢 每部电影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批评 评论那是非常严苛 那么那个时候是年轻导演 年轻导演出来最怕的一句话呢 你这个不是电影啊 你这个不是电影 你这个不是电影 因为你跟传统的叙述方式不一样 你这不是电影 那基本上就没生路 基本上没生路 那么我的命好就好在 三毛这个形象 帮我征服了 帮我征服了观众 跟常规电影不一样 但是他认可了这个人物 所以去年也是 最早是大学生电影节 给了一个奖 去年结果大学生电影节是 二十年二十部影片 再给一次三毛 他们再给了说 二十年里我们选二十部 他们办了二十年嘛 二十部 那么我是觉得是三毛这个形象 那么真的就是 我觉得这在影片上 我得到的所有一切 真是蒙恩得慧于张乐平先生 张乐平冥冥之中 一直是关照着我 一直是关照着我 我真是非常感谢 靳雅就是一个最好的宣传家 但是你很谦虚了 你非常谦虚 就是说你的这个成功 完全是得益于这个三毛的形象 有一点那个味道 如果不是这个形象 那么多人心 不会了 非常好 那个 刚刚我跟 这个九月美女 有一个心有灵犀 因为她看到今天 实在是台上台上 互动非常热络 所以她特别授权 我们今天到四点十五分 那么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一个再成功的电影 还是有个时间性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时间性呢 就在四点十五分 那么 所以请各位尽量把握时间 那么 我要定一个小小的规则 就是在台下的 如果你问问题的话 希望你不要超过一分钟 那么台上的 贵宾回答问题 不要超过三分钟 那么 现在有几个问题 那么 我先来处理一些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问黄玉郎的 但是呢 黄玉郎先生讲 刚刚讲的那个演讲里面 事实上已经回答了 一部分 也许后面你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说 黄玉郎先生 您看张乐平先生的漫画 是否有相通之处 等于回答了 您对当前 下面这个问题 您对当前香港漫画 这个事业 这个漫画 这个行业 有什么看法 这个是不是回答一下 拜也网络 成也网络 拜在网络 因为盗版太方便了 成也在网络 只有你能够利用这个平台 只有盗版没了 那这个出版的平台呢 真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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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想拍一个另外一样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拍张乐平传 我想拍张乐平的传 太好 太好 如果可以 太好 这是今天到此 很温馨的一幕 今天有很多温馨的镜头 这也算是一个 那么下面呢 他是问两位香港的画家的 那么等一下请应急先讲 请香港的漫画家讲讲 如果给香港年轻人 推荐什么漫画 应该怎么样推荐 How do you promote How do you promote 山盲 其实我从来觉得 就是阅读是在一个 大的环境里头的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 就是随便拿个书 自喜欢什么时候就读了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 把字抽离出来 它一定是在某一个社会的 氛围下面 某一种感情的状态下面 进行这个阅读的 如果康巧这一些环节 都对应上了 你读的那个哪怕 是短短的几十字 或者是一个长篇 或者是一个漫画 其实我理解阅读 当然是电影也是阅读 其他的文学作品 舞蹈 音乐 都是 蔡浦也是 对 蔡浦也是 也是一个阅读的过程 这样 我觉得就 如果说 怎么才可以 好好地阅读 一个作品的话 其实我们是应该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 大环境 一个氛围 也就是说 无论是倡导 这个阅读的朋友 这个可能 从政府到学校 教育机关 一路下来 到家长 然后到身边的朋友 或是自己 其实都应该把这个阅读 放在一个整个时代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阅读才有意义 那当然这样说 好像突然又很虚 但是我的理解 我还是觉得 让我们好好地想一下 这样的话 其实身边有很多动作 就会互相地关联起来了 因为 每个阅读 都是为了 从过去 或从前人 或从身边的人 多拿到一些能量 让我们继续可以走下去 谢谢 请岳老师 补充一下 这个不容易 当然 很不容易 因为呢 一个 因为三毛呢 是一个经典 如果有做一个推广呢 应该从经典 这个层面去 推动 经典怎么推动呢 目前还不懂 我突然 你这句话是经典 我突然想到一个 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都 都整个互联网的思维 或者是这种种的 网络上面的 手机平台上面的一种 永远我们都是说 各种东西在交接 那其实 同样三毛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 用小孩的那种角色 出现的那种漫画形象 或者是漫画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鼓励 就是各种的 这些小朋友在一起 因为你从小王子到 那个 查理布朗 就是查理布朗 那到 那个 那个日本的 亚童墓 也就是他们的 小 小 小什么 小 小 好 那反正 很多这样的 小朋友角色的 我觉得 就三毛当然是代表 中国尤其是 就是那个年代的 的角色 我觉得这样的所谓 交叉的来阅读的时候 就把 就是各自 在一个互补 比较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个经典的 哪种 哪种精神 会更好的体验 这是我刚才 就突然想到的 当然这是很好的想法 就是说 不要让 现在的 幼童小孩子 将来活在一个世界上 只有查理布朗 只有小王子 然后忘记 我们还有 更好的东西 这是蛮可惜的 那么我们现在 先回到台下 看台下有没有 哪一位有 OK 我们请 这位男士先 第一排 来来 用一下 用一下麦克风 大概我是一个 在座者 没有一个年岁 比我大的 我都快八十岁了 三毛比你大 三毛已经八十了 快八十了 快八十了 我那是 买图书来的 然后我看到 那个厂刊介绍 三毛 我以为是 不要问我 从哪里来 我以为这个三毛 所以我今天到台上来 哎呀 喜出望外 心里很 百感交集 我是从看三毛书 长大的 同时 我在国内 来香港 差不多四十年 我呢 在国内 就是 也搞文学 艺术 音乐 所以呢 我又在 夏延老师 这个剧作家 在这种 编剧 他的作品中 长大了 这两条路 是我成长的今天 所以我呢 首先 我要对两位的 先贤致敬 谢谢 请坐 所以呢 我刚才 我是在香港 有一个名号 两个 一个是 Hong Kong is Beethoven 像贝多芬 你看我的照片 第二个呢 是什么 是一个老顽童吧 老顽童 为什么 我也是个朗素 你是来 问问题的吗 我是问问题 不用介绍自己了 够了 你又问问题 够了 我正确实践 您 认不认识香港 一个大律师 你还有三十秒 三十秒 大律师 您可以往上查一下 何佩谦 他是一个资深大律师 您的问题 您跟他外形 完全一样 我表示我的心意 我想 本来朗诵一首诗 是三毛的 不是 台湾的有名的作家 王禄松的 歌颂 月亮 我看了您的形象 我真想给您朗诵一首诗 非常美的 香港朗诵比赛 我是表演嘉宾 香港舞蹈团给我伴舞 钢琴家给我伴奏 谢谢 非常好 台湾的 谢谢 等一下我们私下还可以交流一下 好不好 私下交流 谢谢 非常谢谢 刚刚后面有一位女士 可不可以请您 谢谢主持人 我的问题是想给魏军先生的 因为您也说三毛已经八十岁了 他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 但实际上他还是个小孩 所以我的问题是 您觉得八十岁的三毛 在今天对年轻人还有什么吸引力 它放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想问给沈云女士 就是想请您试着回答一下 您认为说文人抗战 在抗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谢谢 谢谢 我想还是你先回答好了 让沈云准备一下 我这个呢 我就要想到 刚才是说到推广的那个事情 我在前几年 北京的三 有个音乐家三宝 把他把那个三毛流浪剧 改编成了音乐剧 改编成音乐剧的时候 有人提出来 因为好多 大家都知道 在大陆 在内地都是独生子女 那么他们有人提出来 说现在的小孩子 看这个是不是有意义 那时候那么苦 现在我们生活相对来说 也幸福多了 那么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是有国外的人 我问过他们 他们觉得三毛苦不苦 我问的美国的 欧洲的那些人 不苦 我们不是觉得他是苦 我们觉得他太幸福了 因为他 因为三毛的精神 他所经历 对他来说 对一个孩子来说 其实是他的财富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他吃过这些苦 他一定会 就是 积极向上 所以呢 我就觉得 这一句话呢 我就觉得刚才说 他虽然是八十岁了 但是这个精神 我觉得还是不老 谢谢 其实我 那个问题 好像郑先生 已经说过两遍了 那么我就四个字吧 就是以笔带刀吧 事实上 我想英雄所见略同 因为我这边有两个提问 纸的问题 也都是刚刚台上回答的 一个是 是什么让三毛漫画具备了八十年之久的生命力 这个刚刚已经回答了一些 有没有再补充的 没有补充 就是这个精神 应该永远 对 你看另外一位呢 是说几位老师 未来应该 未来应该 怎样向更多的国内外朋友 推广三毛的作品 那么刚刚已经回答了香港的 那么各位对 所谓国内外 有没有什么看法的 向国外 来 请卫军 是这样 今年呢 也是我们一系列活动 三毛八十岁的那个活动 其中有 开了第一炮的是 法国的 Ungram的漫画节 这个漫画节是 印象非常大的 那个漫画节 他给了三毛 是文化遗产奖 竞争的是十个世界顶级漫画家 包括艾尔热 包括弗兰克·米勒 这些画家里面 他能等得到 而且是中国漫画家 第一次得到Ungram奖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 他只出版一年 法文版只出版了一年 但是在法国 我上次还在说 在法国他已经是 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他们很喜欢 他们看得懂 对 感觉是这样 谢谢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是 原来出过 原来在三年也出过 英文版 但是比较早 他很早地出过英文版 其实选机 没有出过选机 但是我们现在在谈的 好多是来 他们主动找我们 包括这次 好莱坞一个独立制片人 来找要拍三毛 的流浪机 还有美国的 有两家出版社 有出英文版的三毛流浪机 和三毛重新语机 因为其实他们 也是觉得 没有文字 他们翻译也比较方便 无知天书好翻译 然后呢 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会看得懂 那么原来还是出过 其他版本的 韩文版 越南文版那些 我给你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就授权 不管是德国 法国 你说反正我们没有文字 你没有文字 你们自己填 好办法 每个人都很喜欢的 因为他们自己 也可以发挥 因为我刚刚 给各位有个承诺 我一定要在15分结束了 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 或者任何一个节目 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时间不完美 也就是不完美嘛 所以我想 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在15分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结束 但是我想 今天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 closely perfect meeting 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一个聚会 那么 我觉得三毛 基本上是深入人心的 而且是永恒的 就是说一个 一个文学作品里面的 一个人物 不管是谁 各位在中国文学里面 产生的 林黛玉 贾宝玉 或者是 这个Mark Toon里面的 Tom Sawyer这些 基本上都是 有永恒的一个 意义在里面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三毛 我可能 我还没有什么 太懂文字的时候 我看的一些画面 我觉得它基本上 就是永恒的 我记得有一次 可能出现在你的 那个节目里面 也不一定 就是三毛 他在街上 后来在街上 在庆祝儿童节 然后广播里面 在播报 儿童是未来的 主人公 我们要照顾儿童 我们要教育儿童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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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群流浪的小孩子 无价可归的小孩子 作为这个背景 后来场景一转 然后三毛带头 然后这群流浪的小孩子 在那边游行 后来被警察赶 那么这种镜头 实际上 讲老实话 八十年前 七十年前存在 现在还是存在的 将来未来 在八十年 在八百年之后 都会存在的 所以 我觉得三毛将来 作为一个人道 作为一个人性的 一个深入人心的一个作品 我相信它是永恒的 那么在今天 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 我们再度热烈地鼓掌 鼓掌 非常感谢这次五位大师 替我们做了一个 最好的演讲 最好的交流 然后带给我们一个 最好的下午 我们在此感谢亚洲周刊 也感谢TTC 感谢TTC 感谢观看